距离马年春晚还有小半年的时间 各路消息却也是层出不穷 近日刚从国外休假归来的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 便与副总导演兼语言类节目总监赵本山 艺术顾问张国立 刘恒和策划张和平等聚首金城 举行了总马上任后的首次碰头会 为春晚小品相片等语言类节目的总基调一锤定音 作为电视节目导演阶的新人 冯小刚不改其在春晚发布会上的态度 坚决要把真扁实地带到语言类节目创作中 碰多会上他明确表示相声小品不能束手束脚 要解放思想 宋藏哥的作品一律不要出现 他还直言所有创作者要放开手脚 敢写敢说 呈现待尖待刺 有龙有角的相声和小品 他同时举例说 他特别推崇上世纪80年代的讽刺相声 比如马记的宇宙牌香烟 江坤的虎口瑕香等 在他眼里这些才是真扁实臂 贴近生活的好作品 赵本山在会上并且发表过多见解 主要是倾听冯小刚的意见 其御用编剧一期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往年春晚作品的创作时间大概是在11月份 而他这次参加奉多会 意味着赵氏春晚作品创作时间提前到了8月下旬 整整提前了三个多月 相信此次春晚班底大换血 必将带给全国观众一出完美的视听盛宴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